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六度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发誓要将钢国打造成非洲的德国的那个人 百万富翁矿业大亨竞选钢国总统 马士基暂停通过鸿海航运 此前发生了袭击事件 知识就是力量 但是它有趣吗? 我没有换电话号码 马克龙仍愿与普京对话 如果有助于带来和平 请大家收看 发誓要将钢国打造成非洲的德国的那个人 BBC 钢国总统费利克斯 齐塞凯迪在2019年争议选举后上台 现在正在寻求连任 他承诺通过发展经济 创造就业机会和减少贫困 将钢国民主共和国DRC 打造成非洲的德国 他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 包括推行免费出等教育 和为公立医院的母亲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然而 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比如 钢国法郎点植 频繁出国 但成果甚微 以及持续存在的冲突 腐败和糟糕的治理 齐塞凯迪 在处理国家东部 局势方面也受到批评 尽管他努力实施战时状态 并引进地区部队 但暴力仍在继续 他下令东非共同体的部队撤离 并希望用来自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部队 取而代之 但这引发了对安全真空的担忧 齐塞凯迪与卢旺达的关系也恶化 最近的言论将卢旺达总统保罗 卡加梅 比作阿道夫 希特勒 总的来说 齐塞凯迪的总统任期 没有达到他上任时的承诺 百万富翁矿业大亨竞选刚果总统 BBC 莫伊赛 卡通比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一位有权势的人物 他希望在2023年成为该国的下一任总统 他承诺改善基础设施 教育和安全 并为刚果东部带来和平 这位矿业大亨和足球老板 被认为是总统选举的有力竞争者 其他四位反对派候选人 已经退出竞选 支持他 然而 他的批评者质疑他的透明度 并指责他 利用政治来推动个人商业利益 他的党派发言人被谋杀 反对派领导人 抗议选举机构准备选举的行动被禁止 这增加了选举周围的紧张气氛 马士基暂停通过鸿海航运 此前发生了袭击事件 BBC 丹麦航运工司马士基宣布 由于野门胡塞叛军最近对船只发动的袭击 将暂停所有穿越鸿海的航行 这些叛军得到伊朗的支持 宣布支持哈马斯 并一直以来对前往以色列的船只进行攻击 鸿海是石油和燃料运输的重要航线 知识就是力量 但是它有趣吗 纽约时报 过去30年里 足球比赛发生了重大变化 现在的足球比赛速度更快 技术更高超 战术更精妙 球队可以获取大量关于对手的数据和视频资料 这使得他们能够充分准备每场比赛 然而 这些知识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在球场上取得成功 尽管球队可能知道 对手可能会做什么 但往往很难阻止他们 像曼城这样的顶级球队 具有如此高水平的实力 很难对抗他们的比赛风格 足球已经成为一种智力活动 球队们试图在战略上互相制胜 然而 足球对知识和信息的追求 引发了胜利和娱乐之间的紧张关系 虽然球队被付钱是为了赢球 但这项运动依赖于球迷们 为观看有趣的比赛付费 人们担心 足球对知识的追求可能导致僵局 球队准备得如此充分 以至于比赛变得可预测和乏味 尽管存在这种担忧 但足球运动仍在不断发展壮大 在欧洲 大胆冒险的足球正成为常态 并且巴西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和女子足球领域 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足球对知识的追求 有助于推动比赛可能性的边界 并且信息增强了比赛的观赏性 然而 还有待观察知识追求 是否总能使足球运动受益 可能会有一个点 过多的知识导致缺乏惊喜和激动 足球的未来 可能涉及在赢球和娱乐之间找到平衡 我没有换电话号码 马克龙仍愿与普京对话 如果有助于带来和平 美联社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 马克龙表示 他愿意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进行对话 以寻找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 在战争开始之前 马克龙和普京之间有良好的工作关系 但随着冲突的持续 他们的关系恶化了 马克龙表示 他没有改变立场 如果普京以尊重国际法和乌克兰主权的严肃和平提议 与他接触 他仍然愿意进行对话 普京表示 在俄罗斯实现其目标之前 不会有和平 特朗普与雷夫·高尔夫的交易 对于他那些热衷弹劾他的盟友来说 是尴尬的 华盛顿邮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他的迈阿密·高尔夫俱乐部 特朗普国家多拉尔签署了一份合同 将为雷夫·高尔夫举办一场锦标赛 该公司得到了由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支持 该基金由沙特阿拉伯网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 MBS领导 这引发了对特朗普商业交易的质疑 考虑到他曾多次攻击乔拜登总统 声称他从坏国家的坏人那里收到了钱 2023年 MLB自由市场追踪 道奇队与光芒队交易 获得泰勒·格拉斯诺 雅虎 洛杉矶道奇队从坦帕湾光芒队 以交易方式获得了投手泰勒·格拉斯诺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格拉斯诺将与道奇队签订延长合同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道奇队将获得外野手曼努埃尔·马格特 而光芒队将获得外野手乔尼·德鲁卡 和投手瑞安·佩皮奥特 土耳其航空宣布从空中客车公司 订购220架额外飞机 美联社 土耳其航空公司宣布将购买220架新飞机 以扩大其机队规模 这份订单包括150架窄体A321MEO飞机 50架宽体A350-900喷气机 15架A350-1000飞机和5架A350F货机 土耳其航空公司还将从劳斯莱斯购买 A350飞机的发动机维修服务和备用发动机 这份最新订单使得该航空公司的总订单 达到504架飞机 其中已交付212架 土耳其航空公司的目标 是将伊斯坦布尔打造成一个国际交通中心 加拿大汽车经销商协会 要求增加更多的电动汽车充电站 并提高电动汽车的价格实惠性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汽车经销商协会 CADA对电动汽车 APPS的可负担性和国家充电基础设施的缺乏 表示担忧 该协会认为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 政府对零排放车辆 ZEVS的销售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联邦政府已设定目标 到2026年新轻型车购买的20%将是ZEVS 到2035年将增加到100% CADA总裁蒂姆 罗伊斯 Tim Ruth指出 高利率和通货膨胀 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新车能力的因素 该协会呼吁政府创造适当的条件 来刺激对AFS的需求 加拿大车辆制造商协会 也支持这一立场 敦促政府提供更强的消费者激励措施 改善充电网络 并加强电力网络 以支持AFS的普及 拜登在2020年赢得了 国际卡车司机工会的支持 但在2024年并不确定 雅虎 国际卡车司机工会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在2020年支持了乔·拜登总统 现在正在与他的两位独立竞争对手 罗伯特·F.肯尼迪和科内尔·维斯特会面 在轻工会的州 特别是中西部摇摆州 卡车司机工会的支持 被认为是重要的 拜登总统已经获得了 美国劳工联合会 AFL-CIO工会的支持 该工会代表1250万工人 卡车司机工会代表着130万会员 并正在考虑在2024年 总统竞选之前的所有选择 经过膝盖手术 Canko准备在切尔西首秀 美联社 切尔西前锋克里斯托弗 恩坤库将在周六位俱乐部首次亮相 这是他在季前赛中 膝盖受伤4个月后的回归 这位法国球员 今年夏天以6600万美元的身价 从莱比锡加盟切尔西 切尔西主教练 莫里西奥 波切蒂诺 确认恩坤库将可攻选择 并称他的参与是非常好的消息 俱乐部目前正处于两连败的状态 将在斯坦福桥迎战谢飞联队 波切蒂诺还确认右后卫里斯 詹姆斯因腿筋受伤将长时间缺证 而门将罗伯特、桑切斯也可能会伤庭数周 逮捕行动表明恐怖组织正在欧洲活动 德国明镜周刊 德国调查人员逮捕了三名 涉嫌计划袭击欧洲犹太机构的男子 据报道,这些嫌疑人是哈马斯战士 计划从地下库中取出武器 并用于对犹太目标的袭击 德国曾被哈马斯成员视为安全港 但这个计划表明 它可能已成为袭击欧洲犹太人的基地 据透露 德国存在一个完整的支持哈马斯的组织网络 包括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 德国政府宣布禁止哈马斯在该国的活动 使当局更容易起诉涉案人员 警方还查封了捐款箱 并正在调查哈马斯是否通过在线呼吁 和数字服务提供商筹集资金 加拿大银行将于2024年起 提前15分钟发布利率公告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银行宣布 将提前每年8次定期利率公告的时间15分钟 从下个月开始 公告将从东部时间上午10点 改为上午9点45分发布 这旨在消除与外汇期权到期的北美时间冲突 央行还表示 行长蒂夫、麦克伦和高级行长卡罗林、罗杰斯 将在每次公告后举行新闻发布会 而不是像目前这样每隔一次公告 该银行旨在改善其决策的沟通方式 此外 该银行还宣布了证券回购 操作的截止时间和招标公告发布时间的变更 这些变更将从下周一开始生效 弗朗索瓦 勒戈的真正目标是 根本改变魁北克的英语大学 加拿大环球邮报 魁北克政府正推进其计划 提高在魁北克英语大学就读的外省学生的学费 从明年秋季开始 魁北克以外的学生每年将支付12000加元 低于最初提议的17000加元 魁北克以外的学生在毕业前 还需要达到一定水平的法语熟练度要求 才能从麦吉尔大学或康考迪亚大学毕业 如果学生达到熟练度的人数不够 政府计划通过减少他们的资金 来惩罚这两所大学 毫不威胁蒙特利尔法语的主教大学 将免于学费增加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在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刚果总统费利克斯 齐塞凯迪在连任之路上面临的挑战 以及他的竞选对手 莫伊赛卡通比的崛起 我们还看到了 马士基暂停通过红海航运的决定 以及足球运动中 知识和娱乐之间的平衡问题 此外 我们还关注了国际事务 包括马克龙与普京的对话 特朗普的商业交易 以及德国的恐怖组织活动 对于刚果总统齐塞凯迪来说 他的承诺是将刚果打造成非洲的德国 虽然他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他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如经济问题冲突和治理不善 与此同时 莫伊赛卡通比的竞选 也给奇塞凯迪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在国际事务中 马克龙表示愿意与普京进行对话 以解决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然而 普京表示 只有在俄罗斯实现其目标之前 才会有和平 这表明在解决这一复杂问题上 仍然存在巨大的困难 在足球运动中 球队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追求 使比赛变得更加精彩和高水平 然而 人们也关注到 过多的知识 可能导致比赛变得可预测和乏味 我们将继续关注足球运动的发展 看看这种追求知识的趋势 是否会对比赛的吸引力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 我们也关注到了 国际恐怖组织在欧洲的活动 德国的逮捕行动 揭示了哈马斯在该国的存在 并引发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安全的担忧 这表明 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我的观点 我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